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子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 其实现在市面上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 在我们的健康店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买了回去家里 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器的治疗 接地器产品可以在我们六创二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在现在这个急促的文明社会上 其实发现到很多老人家都会服饰一些抗抑鬱药 抗敏感药这些情况 其实这个情况之下会不会导致到 是他们的脑筋或者是脑退化的问题的出现的呢 这一类的药物我们叫做Anticholinergic 抗胆简能药物这一类的药物 过去超过十年已经有很多人在研究中的 最后二十个研究是挡出同一个事故 他发现这一类的药物会导致我们脑袋的认知能力 以及增加我们脑退化的风险 但是这个我说的是这么多年来 差不多二十多个研究 这一类的药物还是很暢笑的 例如Benedryl,Paxil,Dymatab,Unisol,Dramamide,Visicare 这些通常都是抗敏感药来的 甚至乎有些抗敏感药 例如Benedryl,Dymatai 是你不用医生开疮的 自己都可以买到的 当然我们身体的智能 智能的功能是怎样来的 我们其实都不是那么多的 但起码我知道这类的药是会改变我脑袋的功能 那它怎样做呢? 可以大家知道有一种物质 Acetylcholine 就是月光胆碱 Acetylcholine 这个是我们身体的脑袋的传递物质 就是令到我们脑袋的脑细胞的信息 可以在我们脑神经系统走动 所以这个Acetylcholine 这个物质 当然是会关乎我们的记忆 以及我们的学习 以及刺激我们脑神经的机遇的抽缩 就是一个传递物质 它扮演很多这方面的功能 但我也都知道 在那些脑袋子外症 Alzheimer这类的东西 我们身体的脑传递物 是月光胆件 的Acetylcholine 是低了的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 Alzheimer 脑袋子外症的一个指标 所以很多医这些病的药 都是企图增加我们的脑传递物 但是我们刚才说这一类的 Anticholinergic Drugs 就是很多抗胆碱能的药物 通常在抑郁药、抗抑郁药 以及抗敏感药内的一个主要的成分 这类的药 往往是相反的 就压低了 压低了Acetylcholine 好了 那 所以这些药物 通常在那些所谓的 Antihistamine 抗希斯他命 其实都是抗敏药 以及抗抑郁药 而且有些人的膀胱 是很敏感的 很多时候也是用这类的药物 好了 那么多研究 其中一个是2015年 他跟踪的是3434位 是男女 即是脑袋没有退化的男女 65岁或者以上 跟踪他们7年 嗯 他当时是脑袋还清醒的 那好了 那7年之后 当然 有些人是在吃这些药物 那 吃这些药物的人 那 在7年之后 发现637位 是有老人痴癌症 Alzheimer的 而160位 是有其他的脑退化 这些问题 嗯 那 当然 他发现 在吃这类的药物的人 是机会大些 就是很大机会 是出现脑退化的 那这个呢 可以说是早期的第一个研究 是发现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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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危险呢 是跟随着你吃的那个量的增加的 那 那换句话来说呢 就是你吃得越长呢 你的机会就越大了 好了 那他多少呢 那他发现呢 如果那些人是日日吃 这种药物呢 是三年或者以上呢 他们会增加的危机呢 是54%的 OK 就是比较那些人 吃得短暂 就是少过三个月 那样 好了 那还有呢 这些的这类的 常吃这类的药物的人呢 他们的增加的老人痴癌症 Alzheimer 就是本身已经有成63%的 那就是说呢 啊 简单来说呢 就是给一些不吃药物的人来说呢 他增加这些老人痴癌症的风险呢 差不多是多过成三分之二 是高到很多的 OK 是 好了 那发生如何干扰我们的脑呢 其中一个呢 其中一个呢 研究呢 在JAMA Urology 的雜誌 就是神经科的 美国医学会的神经科的雜誌里面呢 在2016年4月呢 他就研究了402位的人 OK 平均形龄是73岁的 平均形龄是73岁的 嗯 在这个群组里面呢 有52位呢 就是会吃这些这样的药 OK 就是差不多是两岁半的 不停地吃 就是属于那些 我可以叫做高 高剂量 高剂量的那些 就是那些是强一点的 这类的药 是两岁半的 那其中呢 是 就是 再比较呢 就是52位呢 是没有食药的 就是没有食这类的药 是 那会发现呢 在那个 就是一般的 认知测试里面呢 那他们就会用一些 新的科技 譬如用那个PEP 就是Positional Emission Tomography 就是正电子 发射的断层素描机 就是PEP 来到 看他的脑的功能 如何改变呢 那也都用这些磁力共振的方法呢 去看看他脑的结构的 嗯 那在那个 认知测试发现呢 食药的人呢 他那个 在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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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时的记忆呢 是会有 是差的 那还有很多的功能 譬如那个 记忆力方面 还有 处理那个 解决问题的 的程序 还有呢 在语言方面的 就是那个 那个 表达 是 是差了的 嗯 接着又有另外一个工具呢 就是PET 发现呢 我们的脑里面呢 那个 葡萄糖的新层代者呢 是减弱了的 那就是令到我们的新的脑袋呢 那个活动 就是活动能力呢 譬如那个 海马 海马的 Hippocampus那一类呢 整体来说的活动能力是 是 是减低的 那我知道呢 这个海马区 这个脑的血马区呢 是我们 怎样呢 是我们的 记忆的地方 嗯 也是一个 老人痴癌症 Alzheimer的 最早是受影响的区域 嗯 那我们 其中有一个 那个磁力共振啦 那发现呢 我们的脑袋整体的 那个体 那个体 那个体积 和那个厚度呢 厚的地方呢 是减低的 那就是 那当然了 你脑袋整个脑缩了 是 就很明显了 是会出现了 这类的问题了 那就是很明显了 就是根据这些这样的研究呢 那个结论就是呢 就是 我们应该呢 就是 就是处理这些问题呢 就是 就是不要再用这类这样的药物 嗯 那其实呢 在2008年呢 已经有一种药物分类了 在印第安拿医学语那里呢 有一种的人呢 就将这一类的 我们叫做 antiallergenic drug 啊 那个 那个 抗胆减能的药物呢 分为几类的 那他用了的 由ACB1 到ACB3 那样 就是 那个 就是 那就是 如果你吃着 这类的药 如果是属于 ACB2 或者 HB3呢 那这个呢 其实呢 就是很危险的了 那就是好好的呢 就去减低了 那 那在我们来说呢 其实呢 我们根本就是 遇到这些 敏感的问题啊 啊 情绪低落的问题呢 我们根本有很多其他自然的方法的嘛 嗯 你根本都不需要考虑到 用这类的药 或者参考这个 这个 这个 的 ACB1那些水平 到底怎么样 那在我们的 自然的法与理 大家都过去呢 我们还讲过 和大家分享过 很多 自然医療呢 我们怎么样医 那些不同的敏感问题啊 啊 和呢 那些情绪低落的问题 是 所以呢 那些药物呢 就是 就算啊 表面有 有 有抑制的效果呢 那 但是 其实长远来说呢 是导致你的脑退化 是很不值得的 嗯 是 就是以可能一些的敏感啊 一些的情况之下 而吃了一些的抗敏感药的时候 而导致去到的脑退化 或者甚至如 刚才听过了 是那些 脑萎缩啊 这些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 不良的护杖的后果呢 更加软胜于呢 就是你一个敏感的状况之下 而在 是的 之前我们都很多时候 处理了很多 一些 不同类型敏感的病人 这样 在临床上面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就不需要用到 这些这样的 好像很 很随便可以买到的药物 很方便 但是相对 那个 出来的 那个反效果更加大的 好 今天原医生和我们分享的时间 差不多了 那我们很多谢原医生 那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原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原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3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自然疗法医力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了 好,今天谢谢你啊 袁医生,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